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就想去跟他们理论 然后理论呢 他们又说没有上欧奶奶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抵赖 然后我 因为湖北人脾气很暴躁的 你去湖北哪儿啊 湖北宜昌 然后就马上就生气了 就说你不行 你这个话必须得给我说清楚 他就开始往外粘我 然后要推我 但其实我身上一直带着小刀 因为我居住的那个环境里面很乱 就是一下楼就是整个的流氓地痞啊 因为那个地方拆了五年没有拆完 就相当于一个空房子里边 这边被拆了 这边没有拆 然后这边被拆了 被封住的房子 马上被那些就是 就是感觉很奇怪的人 把门破门而入之后又在里边住 然后每天回家 我奶奶接我都要拿这么粗的棍子接我 所以我身上是随身带着小刀的 然后我就想要扎他 我就觉得你伤害了我的家人 然后我后来扎了也没有被 没扎着 然后让我把我给撵出去之后 我又拿头去撞那个门 就是要进去 然后就跟他拼了那种感觉 宜昌啊 这有关系 前几年不是宜昌有个八叔猎女吗 对 是 是 三个官员要调戏她 最后拿小刀正当防卫 你们那儿的女孩子身上带刀吗 宜昌可是厉害 比较少 对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这个事情还是有误会 其实就是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人把我奶奶给扔出去 其实是 其实有一种 什么样的心里面呢 心里呢 就是弱者 他其实在受到欺负的时候 他会本能的把这种情绪给扩大 过分激烈的扩大 然后扩大了之后 比如说他 我奶奶 其实是心脏病 他就是发过 他自己有防颤 然后那个血管堵塞了之后 他自己就就中风了 中风了之后倒下的 但是家里面人因为 也是长期受到拆迁队这种骚扰吗 当时也是因为是在跟 拆迁队的吵架当中 出了这个事情 然后就 我爷爷就很自然的说 是他们把你奶奶弄成这样的 就是他们把你奶奶给扔出去的 所以说我 就是很自然的这种弱者 就马上把那个责任 全部就推到别人的身上 然后无限的夸大那种情绪 哎呦 你就知道 现在为什么说 咱们这个社会力气重啊 而且甚至于 我觉得 在有一些这个名人身上啊 有时候我去看到呢 就是说 哎 有时候他们表现出某种受迫害妄想黄的特质 嗯 就是啊 当然 可能是有 有些人批评他 或者是有些人骂他 也许是有的 但是你觉不觉得 就是有些个名人 他经常话里话外的这个反应啊 让我觉得他有些过分的想象 就实际上 没有那么多人害他 或者说 别人害他 也不见得都那么有意 或者说 害他也没害到那个程度 但是往往表现出这种过度的反应 到后来我就渐渐发现啊 就是 阿诚不是原来也说过吗 他说 有时候我发现的 有时候得像个刺猬 你得有刺 身上有刺 因为有些人不知分寸 而且你看 甚至我甚至觉得 就是说 咱们这个社会很这个 暴力啊 甚至呢 都能到那个电视节目上 你看到没有 就说 就说今天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一些电视节目啊 这个节目组背后啊 安的这个心啊 他就恨不能你这些人掐起来 嗯 有效果 特别是我看的 就是有一些 就是调解节目 家庭调解节目 对 就感觉是 不能太快调解 对 有时候还会把小孩子 就是节目组 去把小孩子 带到父母面前来 所谓的调解 小孩子心里面怎么想 就是他要把那个矛盾给扩大 然后就整个的那种感觉 就让人很不舒服 对 第一效果是掉眼泪 哭是导演的第一层成功 第二效果就打起来 打起来是导演的第二层成功 第三就是某一个部位受伤 而且就是 你看包括咱们节目 我有时候都会有感觉哈 就是有那么一些个观众啊 哎 那天他们就讲 就说是80后90后 这个独生子女哈 独生子女 往往有一个特点 不是所有的啊 有时候有这个特点 就是说特别不能接受不示意 不如意 对 就是不事情不像我想象的那样 对 一下就撞了 你知道吗 就是他就包括你比如说 好比看我们这么一个节目啊 你会请来这个嘉宾 他好像不能 有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们是个言论的平台 那么找一个人来 是呈现他 但是有时候你就会发现 有些观众很有意思 他要看到他喜欢的人 呃 希望你说我可以隐为同道的话 这样我就 如果说你这个人啊 说的话我不舒服 我不同意 我不喜欢 那么他就希望啊 另一个嘉宾或者主持人呢 弄死他 如果你们没有弄死他 他觉得不爽 或者甚至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说法 我曾经有一个明星的讲 他很有这个明星的包袱 我曾经跟他讲过一句话 我说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有义务 满足你的期望 对 没有人有义务 不负众望 所以为什么 你就会看到有些 包括我觉得 我观察人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 比如说我老听子子说话 头三天呢 说的都靠谱 对我胃口 我喜欢他 可是到第四天呢 哎 他怎么说出一个 说出一个我不乐意听的事 你怎么说着说着就不靠谱了 你知道吗 他不接受 就是我心中 你是我的同道 其实是自己认为的世界 和真实的世界的差距 会激怒一个人 对 而且就是有时候 你也很容易把一个人 引为同道 引为知己 比如说电视上 你看见一个人讲 哎呀 这个人好 我喜欢他 他跟我是一样的 谁跟你一样啊 不可能的 但是于是这有时候 又会有失望发生 但这种误会 也是节目成功的基础 当然跟这个子子在这里 我们也聊点 跟过年有关的这个事 我就一说他是猎女啊 我就在想到 你的婚姻问题 现在跟大叔在一块过日子 对吧 好像挺稳定 你的父母亲满意吗 最开始不满意 就是很生气 觉得大 会觉得有一种 可能大部分的 就是人都会这么去想 会觉得他都四十多岁了 他还带着一个孩子 他这么不值钱 你怎么能够嫁给他 怎么叫不值钱 就是就感觉他很 就是已经很廉价了 已经是二手货了 那种感觉 然后还去还去会去说 那他大你这么多 他占了我很大的便宜 就会有这种话会出来 然后我就会觉得 他占了我什么便宜 他没有占我什么便宜啊 就是感觉在我跟他的相处当中 其实是我占便宜更多一点 你怎么占了便宜 就是他会更体贴啊 然后在很多事情方面 想的也比我周到啊 就他作为一个 比我更成熟的人来说的话 其实能带给我很多 我曾经就是 没有看到过的世界 就他会让我看到 这个是对我来说 很大的一个好处 但是其实 在别人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去说 啊他比你大好多 你是不是因为 但是你们真正在一起的 家人也就接受了 也就支持了 对不对 也没有 是我 我其实跟我家人说了 很重的 就是一些话 就是包括 小都没拿出来 没有 他他会觉得 就是朝向这个婚姻是一笔交易 因为你年轻 你资本高 你就应该多要一点 就会有这种心态 他就会 比如说 一开始的时候说 那你要买房子 才能够结婚 然后怎么样 开始是没有买房子 也没有 就是也没有想这些嘛 然后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一定要买了房子 才能够结婚 然后我就说 那现在不是普遍要求吗 这个是 这个很让人很冒犯的那种感觉 就是 我觉得冒犯在哪里 就是 我自己觉得 我不是一个商品 那OK 我父母这个态度的话 就他想让我成为一个商品 那我就反过了他一句话 我说 如果我是一个商品 按照北京 有两千万人 这两千万 起码有一千万是女生吧 一千万里面 起码有五百万比我漂亮吧 再有两百万比我聪明吧 说的是不是有点少 两百万比你聪明 就是 是吧 就是比我聪明 比我漂亮的人 很多 那我为什么能够去 以这个 你希望我卖多少钱 这个 以这个价格 去把自己出售给那个人 这个交易是怎么样达成的 就是 这么达成 是不是最合理的 对方会不会觉得 有点不舒服 就这很多的问题 一旦提出来 访问 结问的话 家长是答不出来的 一旦答不出来就 对 明白 就是买房本来是一个常情 但是你作为一个 条件提出来 对 带一点冒犯了 但是他们说这个 今年啊 就是回家 不是每年都七大姑 八大姨 这个逼婚吗 说对 今年要 雇佣女友之类 那是以前的招 但是今年可以有个新招 就是碰见这个 七大姑 八大姨逼婚的时候 你可以反唇相机 说你怎么还不结婚 你怎么还不生二胎啊 对 统计数字了 中国有九千万人 能生二胎 对 一半以上 四十岁以上 对 您忙活点 您该忙活的事 对吧 一半以上 四十岁以上 那对四十岁以上的女的来说 那要再生二胎 都是艰巨的任务 很困难 我觉得 那天咱们就讲到 这个广告的事 我就说这个广告 广告对于这个 潜在的男性 女性意识的影响 咱们可以做个话题 我给你在这看看 今年 我一定要结婚 哪怕是为了外婆 陷着我 她只会 结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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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再慢慢挑了 我要去 往实体店 外婆 我结婚了 因为爱 不等待 抢�� 如果年人员 该怎么办 再laughs 我归姥你 能够 开ới 期待 这 目的 出 discover 锅 怎么 你 我 你 我看那个 要叫我就拍个周星驰的喜剧片 结婚了吧 上次还看过一个广告 我其实有点感想 就是讲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男的就一路在叙述 他的三年计划 五年计划 十年计划 对 我要当产品经理 我要当老板 画面呢 都是那个女的 怎么在这个忍辱负重 做家务 生死孩子 辛苦 但最后呢 那女的说 我要做个舞蹈家 最后广告的意思是说 怎么 就女的牺牲了她的梦想 才成全了男的的梦想 所以要给个补偿 要买个钻戒 那不去讲她了 那个是完全题外话 现在广告做的 跟内容不相干 我的第一个感想是 那个画面完全可以 倒一倒 你也完全可以 把她拍成这个男的 这个三年五年的 奋斗过程 就是怎么辛苦 工作 被老板骂 外面做生意不成功 这个 这个 参风 露宿 这个出差 而女的呢 坐在家里 修指甲 对不对 在家里 这个整理家务 可以干干净净 这是一个感想 第二个感想 我是觉得比较 实际的就是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其实只有男的 只有女的有这个选择 男的是没有选择的 就是说男的哈 不管你碰到的是一个 贤妻良母 或者说是一个事业 事业女性 或者是明星 男的都得持家 都得奋斗 都得工作 你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女的是有AB选择的 而女的呢 AB选择是一个 这个选 照理说人生是 有选择是好事情 可是恰恰在这个地方 一有选择就出了毛病了 因为呢 他选择了A呢 隔多少年 他就碰到一批老同学 那些老同学选择B呢 就会告诉他 你看我们生了两个小孩了 我们买了房子了 我嫁给我老公子 比方说你现在碰到你的同学 有的同学可能在读研究生 苦得要命 一听到你结婚了 家里A了 他可能在后悔了 你明白吗 但是你要是选择这一条呢 你又会羡慕他 永远在羡慕他 你在家里带小孩 每天接小孩上下班 你看到你的同学 现在得奖了 研究生了 到社科院了 你想他当初的论文写的 还没我好呢 你明白吗 好生气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真的 男的其实说的很简单 没得选择的 男的又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上次讨论的 那个问题所在 其实是 不要把性别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强制性的选择 一定是男性 没有选择 其实男性是可以有选择的 怎么选 其实都是可以 只是我们 在我们的既有的文化和价值观里面 不让他有这种选择 我们给女性的选择 其实也没有选择 也就是当家庭主妇 这是一条最好的路 男生就是拼搏 就是最好的路 其实把这两者全部都打破了之后 个人该怎么选 怎么选 就是更自由的 你知道这个 我觉得说到底啊 这甚至是个经济的问题了 是个政治的问题了 西方之所以能那样 它实际上是有它的一定的经济 经济基础的 你在中国永远是理想一回事 现实看到的是一回事 这个女孩子 你说弄来弄去弄来弄去 有一个很基本的 比如说你找 你要找一个比你岁数大的 对吧 你找大叔 大叔意味着人生经验 意味着对你有照顾 相对来说 经济基础牢靠 也是某种优势 就是一个人总不可能找一个劣势的男人 对吗 对 人都是趋利的吗 对 而男人呢 尤其是中国男人呢 或者说一部分中国男人呢 哎 你长得好看 就是你的优势 对 可以为你付出一切 你长得好看 我就有有有有交换了 有回报了 嗯 所以这个问题的形成啊 它不单单是个什么歧视男尊女碑的问题 嗯 它有时候是 哎 我有时候觉得 你比如说 就是中国家庭里培养出来的有些个美女啊 嗯 哎 子子我就特别感觉到 你也不知道是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你有自我 而且好像你读书 而且好像你有 它有很多这个思考 对于女人是一个什么 我跟你说 我接触的一些个漂亮女孩啊 我觉得她没有自我 按说也是很年轻的了 90后是吧 嗯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她没有自我呢 因为你会觉得她每天走出去啊 她主要的任务是啊 别人不要说我不好 明白就是她完全是 你比如你问她你想干什么 她无所谓 她只希望她不管干什么 别人都是鲜花和掌声 因为她可能从小就很好看 从小很好看呢 那么于是对她来说 就是说她永远要要做别人眼里的最好的 其实还是被教育的 对你比如说男的你很 但这种女的有时候我就不太明白 就是说你永远没有办法批评批评她 你知道吗 因为她就说 她永远不会想你批评她的是什么 她会说你批评我 明白吗 就是受到了不好的评价 我我说一说吧 其实我跟其他女生没有太大的不同 只不过是在家庭教育的时候 可能其他女生一开始 生下来很很漂亮啊 然后家境不错呀 读书啊 然后就是希望一条安稳的 就是传统价值当中的安稳的路 就是说嫁一个好人 安安静静的 也不要有太多的就是波折 不要让给别人太多去说你的机会 就是保持一个亭亭玉立嘛 女生嘛对吧 保持一个很好看的花瓶的姿态就可以了 但其实是 我是一开始就是被撤碎了的 然后只能自己去长了 就是 怎么就被撤碎了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是家庭来去教育我的时候 是说哎 你要像个女生或者怎么样 但是其实我看到的 我感觉我看到的 我身边的女性啊 可能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我怎么看到我目之所及的 所有的女性都过得很不幸 是一种很失败者的生活 我不愿意接受那样失败者的生活 包括我的母亲 我的奶奶 就是其实我家的奶奶是我外婆 就一辈子都在一个活的是一个别人的价值观里边 其实她自己感觉到很不舒服 像我奶奶是每天在家里面一个人匹三框柴火 然后一个很能够独当一面的女性 但是她会在这个生活的之外 去对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 她一辈子可能最好的一条项链就是那个绿豆大小的柱子巴巴的那种一条破珠子那种感觉 就完全是放弃了自己 然后就感觉人生就这样了 而且你看她自己活得不幸福 她在这套价值观里活了一辈子 但是她又现在要把同样的价值观 像逼婚的那个 强加在她的孩子身上 她自己觉得她自己幸福吗 还是你觉得她不幸福 她其实觉得很不开心 每天都在家里面发脾气 但是她其实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就像她有时候会跟我说 你不能像男生一样站着 其实我站着也就是没有把腿闭上 我就这样站着 然后插着腰 不要那种样子显得好像很强势 但其实她就是这么站着的 她可能会觉得 她的不幸是来源于这里 但是这个点不对 她的不幸不来源于这里 你的外婆 她觉得她一生不幸 因为她老像男的一样站着 她老觉得自己是不是过于强势 其实不是 这个归因 不是 是因为 所以她要把你教导成一个淑女 结果没想到 对 要有一个那种女生的姿态 怎么样 但是没想到失败了 哎呦 真是 但是你说啊 像这种逼婚的这种父母亲呢 她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就是 传统吧 我觉得是 当然都是善意 就是希望子女按照自己相信的模式生活 他自己相信 这个模式是自己已经过来的 人啊 自己已经选择了一辈子的很多东西啊 到了老的时候就要下一代也这么做 这是一个社会极大的惯性 而且这种惯性里边 我觉得啊 会有一种 混淆了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关系 像我的奶奶 外婆 她可能更觉得 她的不幸来源于 她嫁了一个不好的人 其实没有哪一个人是真正的坏人 只是说你们本来就不合适 可能追求上就不合适 但是非要在一起过了之后 然后又一辈子绑着又觉得不能离婚 那这个之后绑定了这个价值观 之后就变成你就是一个坏人 然后你把我的一生都给消耗在你身上了 她的看法都蛮透彻的 是 没有好人坏人 其实啊 好多老一辈的人 我觉得她这个婚姻呢 就是忍下来了 慢慢的到老了 年少夫妻老来伴 你说她有多么这个幸福 你说那天我还听见一个人说 你都不知道这个女人呢 这个就是说啊 有的老太太等到这个老公啊 老头老了 你躺在病床上动不了的时候 你就是老头告状啊 给孩子告状了 说她报复 就是说这个老太太整天 整天虐待这个老头 就是说这老头的 后来问这老太太说 你为什么老对这个自己老头这样啊 以前对我不好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 你怎么对我的 整天外边喝酒赌博 你跟隔壁的王尔姑娘到底有没有一起什么事情 对对对 这个其实你能 记了五十年了 你说她幸福还不幸福 就是我就说她就是战斗性夫妻 她就是很多怨的这个成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我跟你说 女的往往比男的过得长 有一天 记仇会记得很深的 在这个情况还不如离婚 就是去 其实更男的选择是勇敢一点 去选择那个自己能够去掌握一点情况的那种感觉 但是离婚呢 就产生了接着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 后妈的问题 今天也这么 我就是我见过的 恰恰三人行历史上 年龄最小的后妈 恰恰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后妈 这个 你别怕 你别怕 这是个普遍 你这么叫我的时候 有点压力很大 离婚率如此之高 你知道吗 意味着你们这个年龄的后妈 将成为一个基本群众 但是我很不喜欢这个称为 我不喜欢后妈这个名 这个这个 这个 职称 我会觉得 妈就是妈 哪里来 后来的妈 那 就是 你老公 以前的孩子 管你叫妈吗 阿姨 他为什么不叫你妈呢 为什么要叫我妈 我又没怀他 其实我会觉得 这个是 其实每个人生命当中 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个 他自己的树状图 自己亲人的关系 那他母亲的位置已经存在了 他母亲有没有去世 是吧 即使去世了 我也不能去顶替这个位置 因为我没有经历 那个怀胎十月的痛苦 那孩子多大 十二岁了 他八岁的时候 我认识他的 八九岁的时候 那你跟他玩吗 玩啊 玩得很亲密啊 就是我们关系特别好 但是就是我不希望 他是把我 就是当成一个 母亲的那样的角色 我我我 我认为我是一个 本来是可以 亲切的长辈就可以了 本来是可以叫姐姐的 只是旁边老红在那 他就尴尬了 所以呢 还是叫阿姨吧 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很多男人啊 之所以不能离婚啊 不能这个潇洒啊 其实都是考虑孩子 就是说觉得 但是我一直就没弄清楚这件事 就是说离婚是不是对孩子 是一个根本性的伤害 是让孩子有缺失的 对孩子不公平 其实不是 就是要看父母之间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就拿其实我的家庭和我丈夫的家庭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我的家庭是在我的父母离婚了之后 我爷爷特别搞笑 他每天拿个那个筷子喝酒的时候 他就唱歌 小白菜啊 地里黄啊 然后就说 就说我有后妈了 我就一定会被后妈对的不好 然后就就一直给我灌输中 说你后妈是个坏人那种感觉 而且会去咒骂我的父亲 就是几个关系会扯得很乱 就感觉是仇嫁一样 但是我丈夫这点做的特别好 我也是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才嫁给他的 就是他会觉得 第一他从来不在孩子面前说他前妻的坏话 从来不讲 永远 包括我都是跟孩子去说 一起跟孩子去说 你的妈妈是最爱你的 都是在孩子背后说前妻的坏话 你赢了 最后去很努力的去引导这个孩子说 第一有人爱你 第二你的父母是最爱你的 就我们都很爱你 这个事情 没有谁 婚姻只是说我们不合适 没有谁对谁说谁是坏人这个概念 就把这个已经给去除了之后 只是不合适了 孩子就会很轻松 我也不用去被迫在这个父母当中做个抉择 像我是那种 我其实从小有一点 就是其实有点变态了 就是我每次都是必须得去被迫在父母之间 必须得做一个决断 你到底选谁 到底去帮爸爸骂 妈妈还是帮妈妈骂爸爸 就是这个必须得选一个 其实可以不必帮对不对 其实本来就是不该我帮的 不关我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是应该是这样来处理的 这可能是就是靠教化靠教育吧 但是我有一个离了婚的朋友 他就讲这个心痛啊 他就认为啊 这是生物的 他就说当时为什么舍不得啊 他这个小孩子在几岁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 他就觉得小孩子有感觉 觉得妈妈爸妈妈吵架 所以任何事啊 他这个孩子啊 老是要拉着爸爸妈妈妈 甚至是拉着爸爸亲戚妈妈 爸爸亲戚 他就他很多这样的 比如说晚上睡觉 妈妈陪孩子睡 孩子就一定要拉着爸爸睡 就好像他就 你一下一想起这个 他就特别心痛 他就觉得好像是小动物啊 他有一种本能 希望生父和生母啊 都在他的两边 所以他一想到这个 就离不了这个婚 你知道吗 就特别痛 这种本能是存在的 就像我小时候 其实最大的愿望是 我爸妈妈带我洗光剪 但我明知道的是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其实 这也是一个 需要正确引导的 其实我想说 如果有人跟我说一句话 就是人生当中 是有一些事情 是不可能完美的 要去接受这个缺憾 如果有人跟我说了 这一句话 我内心里面的仇恨 和那种情绪 可能会平息和平息 是是他说的对 要接受不容易 今天还来得及 对大家说这么一句话 人生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